這樣同學就覺得 哇 已經很厲害了 為什麼 因為可以自動完成 然後可以自動格式化 不過這個雖然很厲害 還有可以格式化清楚 但是有同學說 可是這樣很麻煩 格式化之後的話 我還要往下捲動 你不乾脆直接怎麼樣 乾脆把12號直接放在這邊給我 然後下一個是21號 那你就直接幫我把那個號碼 直接列在這邊不就好了 最好這邊有個欄位名稱 也許這個欄位名稱就是排名在前7名 所以這邊也許多一個欄位名稱 也許叫什麼 前7名好了 OK 是這樣 然後前7名的就幫我列表 列在這裡就好了 那你說我是那個什麼寫 我不會耶 沒有關係 你就把剛剛的敘述改一下 本來我們是什麼 請幫我撰寫一個VBA的SARP程式 然後規則是如果判斷 或者如果也可以 12到142 它的尺小於等於7的話 我們本來是將同一列的A藍的底色 換成黃色對不對 那把後面那個敘述改成什麼 請你幫我把A藍的尺 直接複製到F藍 然後並且往下 把它往下放 有沒有 幫我列在這邊 前7名就列在這邊 那這個敘述我也把它打好了 其實在這個我雲端上面也有放 那我就把剛剛的那一段敘述有沒有 這一段敘述其實就改後面吧 我記得喔 然後我的敘述就是把它有沒有 直接貼過來之後有沒有 前面都一樣對不對 然後呢 後面改而已 本來是把同一列的A藍的底色 改成黃色 然後我就把它改成什麼 就將同一列的A藍的資料有沒有 複製到F2到F8中 這樣就可以了有沒有 這樣比較簡單啦 我就把它 那這個你自己可以再把它斟酌一下 看怎麼樣敘述比較簡短 那這樣應該可以懂意思吧 前面都一樣對不對 只有改這裡喔 有的時候我想說它不懂 沒關係 我再補充 補充的話就是這邊可以再按一個編輯 再補充 後來我發現喔 它這樣就懂了耶 然後把這個複製一下 我看看結果 複製程式嘛 底下這一段喔 然後把它貼過來 貼到這邊 那這個名稱也許我改一下 SIP名稱也許這個叫前七名好了 OK 這個就是 名稱一樣喔 OK 那再來的話試試看好了 不過再做 這個一樣喔 錯 這個是還沒辦法 這個可能自己改一下 統計分析嘛 那它輸出的話一定是輸出到F 這邊喔 那看一下 在執行之前還是先確定一下 然後這邊有個Copy Row 這個一個變數從2 所以這個2指的是F2的2啦 然後呢 F4回圈的話就是第二到第43嘛 然後它如果小於等於7的話 然後怎麼樣呢 把那個資料 call過來的話呢 它其實有一個語法 就是把後面資料 中間加個等號 那這個召數 實際上就是把後面資料 call到前面的意思喔 所以這個等號喔 在這裡不是等於的意思喔 在這裡是把後面資料 應該是複製到前面的意思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等號不是等 那個等於的意思喔 而是把後面資料 複製到前面的意思喔 OK 這個之前蠻多同學問的 說為什麼它可以call過來 這個就copy啦 然後再把 這個加1為什麼要加 因為它本來在F2嘛 加1變成F3 然後 如果大於自動離開 這個應該寫 我想應該這個OK 所以把程式執行一下看看 看一下有沒有這麼厲害執行 有沒有發現 自動幫我把12 21 28 應該沒錯吧 27 28 對 27 33 34 39 37 對 都對耶 OK 哇實在太厲害了 這個我跟各位講喔 以前光要教同學寫出這一段程式 可能我就要費盡 叫做 九牛二虎之力喔 同學還是一點 這個完全不知道老師在幹嘛的狀態 現在已經講完了 不過他是 QGP寫的是沒錯啦 可是至少問題也解決啦 而且說真的你知道這細項幹嘛 反正你可以解決問題為優先嘛 對不對喔 如果你對於程式有極大的熱情 你可以慢慢再去了解 你可以再把問題問QGP 這行幹嘛這行幹嘛 你可以再問他 他會很有耐心的回答你 好 完成了嘛 最後再寫一個清楚喔 因為這個有一個什麼 前七名對不對 再有一個前七名清楚 所以我一樣 把這邊再寫一個 所以前七名清楚 應該會寫吧 這個前面都寫了N遍了 然後寫的就是寫一個什麼 Range 所以這個範圍的話就用Range 然後哪一個到哪一個 F2嘛 到F5 F7 F8 然後我們就是 等於空的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樣不就有個清楚按一下 欸有了 欸這樣 那再把這兩個按鈕 所以一樣按Ctrl鍵 然後把這兩個複製一下 按一下就點一下嘛 再點一下 然後再Ctrl-C 就把這兩個按鈕複製了 再點旁邊一下 再Ctrl-V 然後把這兩個按鈕 再改成剛剛的前七名 那我的習慣是點它 再把名稱複製有沒有 按確定之後 再去修改它的名稱 這樣會比較快 因為你按鈕馬上就產生了 有沒有 這其實還蠻快的 所以你要寫一個 這樣的一個程式 並不複雜我覺得 OK 而且感覺還蠻有意思的 馬上就幫你跳出來了 對 如果將來呢 是歷年的大陸多資料的話 哇 馬上幫你分析 真你可以有一個你的規則 演算法 然後馬上就告訴你應該 什麼狀況挑什麼號碼 哇 那太好了 感覺就是馬上有一個算名牌系統 這感覺 不過重點不是在算名牌 我們重點是在學習VBA 因為我每次這個影片上架之後 底下就有很多人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私下教我如何算名牌 而且真的之前在我後來上課的時候 門口下課的時候就有一個 那個年紀大概差不多六十歲左右 他就說 老師我今天也準備了一個隨身碟 裡面就是我例來收集的所有的大數據 你可不可以教我怎麼樣算那個 下一期會開哪個號碼 我想說你 話說重點了 OK 真的我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OK 因為可能他們 他們以為我在交 所以我強烈講說我是在交以稿VBA 這個只是範例 不是重點 重點 OK 所以最後的話就前七名這個 那我剛剛的那個程式碼 一樣在雲端白板上 我剛剛也把它貼過來 就這一段 只是說那個前七名清除的 我沒有把它貼過來 所以如果擔心各位如果不會寫的話 一樣把它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底下其實有我之前上課的 講的啦 那之前上課主要的重點 不是用 因為那個時候上課的時候 沒有charge gpt 所以以前都是從頭寫 那以前教同學是從頭 教每一個寫出城市的部分 現在我覺得有charge gpt 我覺得這個好像反而 比以前的方法好太多了 不然實在是太辛苦了 光要把這些城市寫出來 哇那就是 對很多人同學來說 就是 巴一層皮的事情 那現在好像感覺 所以你們 可能在學城市的重點 可能慢慢 我想就是把它轉移到 如何懂得跟charge gpt溝通 產生城市 如何會使用 其實應該就 我覺得就滿足夠的 OK 最後請各位把這個今天講的六個按鈕 試著完成看看 六個按鈕 就是前兩 第一個就是樂透彩 第二個就是格式化 格式化清除 第三個就是直接把前七名的資料列表出來 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其實這個前七名列表 講完之後 馬上就有同學問問題 他說老師你現在前七名列表 老師不是按照第一名到第七名 他說老師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列出來的是先放第一名的 再放第二名 再放第三名 一之類推 總共七名 那這怎麼辦 好問題 沒關係 如果你剛剛的前七名做完 你可以再把剛剛的問題 再敘述請XGPT幫忙一下看看 我想應該他 對他來說應該也是小問題 就是按照這個什麼 排名順序 幫你列出來 OK 那以前的話 沒有XGPT 真的要自己寫 那如果要自己寫 真的沒有 非常有經驗的 我想要寫出來太難了 這個時候如果敘述 我想應該就不是太困了 請各位試一下 今天我們的練習題 大概就兩題 請各位試著把這一題完成 最後存檔一定要記得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叫做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